菩提祖师究竟是谁 取经之路走到了一半 孙悟空恍然大悟 吴承恩留给菩提祖师的笔墨 屈指可数 在孙悟空学会了长生术 变化术和飞行术之后 菩提祖师就将孙悟空赶出了方寸山 直到孙悟空在雷音寺里 被如来风为了斗战圣佛 菩提祖师依旧没有出现 结合原文的设定来看 菩提祖师极有可能是某个人的分身 笔者之所以会这么认为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菩提祖师精通事如道 精卫万法权 在讲道的时候还能雷霆震九天 放眼三界 能够精通事如道的大能者 犹如凤毛麟角 就连灵山的如来佛祖 也没有此等修为 可奇怪的是 菩提祖师却甘愿在方寸山 做了一个山寸教师 这显然和他超凡入圣的法术修为 格格不入 二 孙悟空神通出城之后 卖弄本事 他变成了一棵郁郁青青的松树 最后被菩提祖师借题发挥 撵出了师门 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 菩提祖师此等举动 未免有些小题大做 再者 孙悟空有了野心 菩提祖师更应该要花费时间 给孙悟空上几节政治课 然而菩提祖师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仅立时赶走了孙悟空 还在孙悟空临走之际说了一句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这不就是说 只要不说出我的名字 我才不管你做了什么 随着孙悟空大闹天宫 被押五行山 随着孙悟空跟着唐僧踏上取经之路 不断降妖伏魔 孙悟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菩提祖师究竟是谁 当取经之路走到一半的时候 孙悟空已经发现了端倪 那时唐僧的取经队伍一路向西 来到了荆兜山 在这里 取经队伍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妖王 他就是让孙悟空焦头烂额的青牛精 青牛精的枪棒功夫 居然能和孙悟空斗个旗鼓相当 在青牛精使出金刚镯之后 丢了金箍棒的孙悟空 更不是青牛精的对手 只能上天入地四处搬救兵 就在这个时候 孙悟空突然对青牛精提及了菩提祖师 书中是这么写的 孙悟空对青牛精说道 自小生来手段强 乾坤万里有名扬 立志拜投方寸帝 潜心参见圣人香 学成变化无量法 宇宙长空认我狂 你看 孙悟空直接把菩提祖师的道场 方寸山给说了出来 孙悟空身为黎明石猴 他必是发现了什么 这才试探性地朝青牛精说了几句话 而青牛精似乎早就知道眼前的这个毛脸雷公嘴是谁 只见青牛精哈哈大笑 道 好一个偷单的魔头 青牛精的这一句偷单的魔头已经出口 孙悟空心下一片血量 此时此刻的他终于知道了菩提祖师的真身 原来早在500年前 孙悟空就见识过了金刚镯的厉害 那时孙悟空挥舞金箍棒和二郎神 在花果山大打出手 二郎神修炼了数千年 但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无法降服孙悟空 就在此时 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站在南天门观战 观音菩萨眼见二郎神和孙悟空战况焦灼 焦急难耐的他竟想把手中的玉镜瓶砸下去 以助二郎神一臂之力 太上老君急忙阻止了观音 他缓缓地从袍袖里摸出一个发着金光的圈圈 然后朝孙悟空抛了下去 随着孙悟空被金刚镯砸中了脑门 他历时摔了个亮枪 二郎神火同眉山六胜一拥而上 将孙悟空五花大绑 继而扭送天庭 金刚镯 直到此时孙悟空才发现 金刚镯非同小可 能套三界万物 可太上老君当年为何不套走自己的金箍棒 反而阻止了观音 用金刚镯将自己砸倒 其次太上老君明明和玉帝说 只要将孙悟空放到八卦炉烧七七四十九天 就能将孙悟空烧成灰烬 可深知八卦炉构造的太上老君 为何却在紧要关头 忘了关闭有风无火的迅门 以至于孙悟空不但没有灰飞烟灭 反而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 更让孙悟空起疑的是 青牛金的那一句 好一个偷丹的魔头 更是证明了孙悟空当年偷丹之时 都帅宫里还留有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金 可青牛金为何全程保持沉默 任由孙悟空在都帅宫里 将五湖半生不熟的金丹尽数吃掉 莫非是太上老君故意撤走了道头门位 好让孙悟空炼成金刚不坏之身 这些前因后果夹杂在一起 孙悟空猛然醒悟 自己的启蒙老师菩提祖师 竟是三清之一的太上老君